是 马文说的那个余安全 在城外有一个营地 我们有没有可能 把他争取过来 带我们进城 这个余安全一直都摇摆不定 而且他的态度 我也琢磨不清楚 这一次他们跟我们联系 我觉得无非就是给自己 找条后路而已 所以 马文传来献报以后 我一直没有跟他正面接触 不过 他的太太 倒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 上一次进城 也是他出手相助的 而且我了解到 余安全还是很听他太太的话的 我觉得 我们很有必要 去争取城里的战斗力 说到城里的战斗力 我红枪会还有一些老部下 现在隐居在城内 如果争取一下的话 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要是谈到争取的话 我这边有一个更合适的人选 谁 虎爷 城外报应 城内虎爷 对 就是他 如果我们能争取到虎爷 我们的成功率会提高很多 好 这倒是个办法 这样吧 我们先去汇汇这个鱼安全 他既然摇摆不定 我就想办法让他坚定些了 你们几个 全部都跟我下山 所以进入渊泉 让马威安排一下 总来 你留下来看守山寨 快快快 快快快 走 来 中导君 接到了 接到了 中导君 我这次可是费了太大的劲 才把老太太借过来的 您看安芝在那个房间 走廊镜头那间 好 稍等 娘 娘 娘 别睡了 别睡了 别睡 到了 到了 有光就在里面呢 慢点 慢点 给我给我 好 稍等 慢点 娘 我刚在哪儿 慢点 慢点 在里面呢 在里面呢 来 来 有光 有光在里面呢 有光在里面 有光就在里面了 有光 有光就在里面 这怎么有日本人 对 是日本人 刚投降咱们抗连的 还没来得及换衣服 您看 先看有光 有光现在已经是大光了 来来 走 走走走 走走 有光现在是大光了 来来来 快 前阳司令 队伍集结好了 出发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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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光 叔叔来看你来了 你这边 就是 我想想想把这帝 给你 的图 有鬼 刀 这人也看起来不是那么好对付 怎么看出来不好对付啊 都到这个地方了 中等太军 你给我一根烟的功夫 我准保让他跪地上求我 我多想看看 你是怎么用一支烟的功夫 让他求你 唉 刘光 书也算是看着你长起来的 我还是得劝你一句 别这么死倔 抗怜的兄弟们 几乎都下山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咱俩这个年纪也差不多 不然 我怎么能把你娘 当成我娘呢 不过了 刘光 你想不想知道 咱娘现在咋样 行官 你要是该帮我娘怎么了 我一定拉着你配套 哪有儿子害娘的 哪有儿子害娘的 陆光 你有几年没见咱娘了吧 你知道咱娘这些年 造多大的罪 这兵荒马乱的 老太太东奔西跑 是靠着要饭才活到今天的 我听人说 他老人家在胡家团子 我马上派人把他接了过来 这一见面啊 娘受的我都认不出来了 你最好留点精神 一会儿 还要跟咱娘见面呢 等了 等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要是垮了 怎么去就有过 对不对 吃吧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会儿啊 就能见着有光 天啊 跟他好好露啊 有光可想你了 来来来 山子 你怎么穿这身衣服啊 娘 我这是打入敌人内部伪装 我先非不说这个 先看有光走走 有光 你看你看 你看 娘 有光 娘 娘 有光 娘 娘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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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对你怎么样了 山子 你还有良心吗 他可是你的兄弟啊 你就这样对他 是吧 是兄弟啊 这不没死吗 娘 观景山现在 是个十足的大罕见 司令啊 也是他祸害死的 这次他把您骗来 就是想逼我叛变 儿子 你受苦了 好 儿子 报告 是儿子连累您了 是连累您了 儿子 别怕 娘来了 娘带你回家 娘 不是我要逼他 是日本人逼他 娘 你赶紧劝劝他 有光太倔了 强了日本人 咱一家三口就可以享受荣华富贵 您也不用受苦了 儿子 你想不想偷鬼子 娘 儿子就是死 也不会叛变 好样的 是娘的好儿子 咱不偷鬼子 咱学约了飞 咱尽中报国 爹 娘还能再见你一遍 可知足了 不 娘 别怪儿子 quarters 尼不清道醒他 你是娘的好儿子 娘 绝不会做你的拖累 你儿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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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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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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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世世代代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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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情况怎么样 有光被鬼子压在沈玉市 内外有重病把守 想救是比较困难了 关靖山为了逼有光就范 抓了有光他娘 老太太毫无畏惧 宁折不弯 养不愧天 腹不愧地 一头撞死在了墙上 临死前对有光说 要学岳飞金钟报国 实属令人敬佩 鬼子审讯有光 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暗谷大怒 决定明天举行一场公开比武 就是要侮辱有光和抗恋 然后把他押往长春 那咱们就去劫伐场 不信 这一次是公开比武 肯定会有很多老百姓 如果贸然行动的话 会伤及无辜 再说了 鬼子一定重兵把守 我们就算救出了有光 也很难突出重围 以我们的兵力 根本没有办法跟鬼子抗衡 所以不能路莽行事 这您知情 我这儿倒有个办法 我想请城中的虎爷 相助我们 他手底下有一帮好汉 按看能不能请他帮个忙 不过虎爷近期没什么动静 他这几年收了山 靠走生意度日 不过虎爷 绝对是个有血腥的爷们 行 那 北龙兄弟 回头我跟你去会会这个虎爷 江湖规矩 等门拜访之前先帝明天 和交个见面礼 什么见面礼 虎爷没有别的爱好 就是平常喜欢古丸 和翡翠拔劲 这个时候去哪儿找古董 和翡翠拔劲去啊 我有 站住 干嘛的 我是城外骑兵营余营长 暗谷司令官要在城里摆擂台 让我加起戒备 请出示你的文件 走 可以了 可以了 太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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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老板 再来一把 好嘞 先抱抱门 吃着打着 吃打饭的 吃横霸的 敖口子打黑龙 拜见虎爷 是黑龙兄弟 易老哥 这位是 黑龙兄弟啊 这虎爷的脾气 你是知道的 他不见生人 易老哥 这是三位的心意 劳烦您通报一声 好 请稍等 关哥 哥 天大的喜事 抓着杨宝忠了 啥呀 杏花有了 有孩子了 俺的肯定是个大胖小子 请 自动 明白 还没想到 你俩经历这么多离奇的事 还能有后 说啥呢 我的意思是 应该庆祝庆祝 哥 您也得抓点紧了 赶紧跟俺找个嫂子 俺还想当叔叔呢 对呀 哥 不着急 我得先把兄弟们 安排得好好的 特别是你 老子 你现在 也算是有家事的人 要懂得珍惜 在日本人身边做事 就好比半君如半徒 而且 想让大侄子顺顺利利地落地 你可得多长几个心眼 哥 你啥意思 意思就是 兄弟 要好好地挺哥哥的话 明白 哥 这杏花怀着孩子呢 得多补补 俺先回去一会儿 哥 俺走了 哥 我们先走了 小花 这时候你不能多动 得多补 我 黑楼兄弟 你都两年没来我这儿了吧 顾音 小鬼子来了 俺是东躲西藏啊 队伍是越跑越少 俺没脸来见您老人家 我还不如你呢 你还能到处跑跑 可我这条腿肺了 跑不动了 啊 胡爷 俺知道您没别的爱好 这两位送您的班这儿 您还喜欢吗 啊 好东西啊 好东西啊 是个好东西啊 黑楼王 你都两年没来了 这突然给我拿这么贵重的东西 我有点儿接不住啊 胡爷 您笑话呢 这两位是 哦 喝茶 喝茶 黑楼兄弟 你胆子不小啊 你是偷了抗帘了吧 胡爷 是 我是跟了抗帘 胡爷您知道 俺以前在豹爷门下 江湖传言 说俺跟抗帘的杀了豹爷 敢为啥杀他 他投了日本人 他想杀害小杨司令 日本人为啥千方百计地 想要杀害小杨司令 他们想让老百姓知道 跟他们作对不会有好下场 当初他们杀害 杨震山司令的时候 他们以为他们的目的达到了 可是他们没想到 杨震山司令的义子杨宝中 扛起了抗帘的这把护旗 火爷 您在通城这么久 想必您也知道 杨震山是本来可以一走了之的 如果他不留下来 命是可以保住的 可他为啥留下来 他得让老百姓有个盼头 他得让老百姓知道 中国人还有人跟小鬼子斗 俺以前占山为王 老百姓称之为匪 跟着豹爷欺负咱自己人 俺心里过意不去 郭家装备图村 咱家妹子和两个外甥 死在日本人的刺刀之下 日本人连小孩他都不放过 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如果我们再不团结起来 如果都像您这样选择明哲保身 您能保得了多久 跟了抗帘俺才明白 不把小鬼子彻底打出去 咱谁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今天他们收拾抗帘灭了抗帘 来 转过脸来 他就收拾您虎爷了 虎爷 俺今天舔着脸求您 求您救救俺的兄弟心有光 好了 好了 兄弟 别激动 别激动 来来来 坐下来 慢慢说 喝口茶 喝口茶 这小杨司令果然是名不虚传哪 我亮亮你这么久 你还是窥然不动 佩服 佩服啊 我爷 谬赞了 那这位女英雄 应该就是索兰姑娘吧 你的哥哥索伦 我听说过 她死得大意 是个爷们儿 谢谢虎爷 那你们打算救星有光 你们抗帘有多少人马呀 我们抗帘的战士 加上猎人族的勇士 大概百十号人吧 这不是找死吗 那你们打算是文舅啊还是武舅啊 是劫法场啊还是劫大牢啊 一不劫法场 二不劫大牢 只求虎爷在城门口 给我们站个脚 住个威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那这可是调脑袋的事啊 那这可是调脑袋的事啊 我要是帮了你们的话 我有什么好处啊 你们又能出得了什么样的价钱呢 哈哈